你有見過他教他當時的學生嗎? 那時候他不是有很多學生的 是我 胡珍藍 還有一個叫做才仔 是三四個而已 已經在學著冥春的了 我已經在飯店公會學 但我喜歡趁他 上去跟他一起玩 他又喜歡跟我玩的 周時有時候 接幾個手 晨晨晨 他用那些薄性手 踩踩踩 我就踢踢踢上去 追著他 經常玩這些 在家經常追著來玩的 玩他的靈彈彈彈彈彈彈 因為他家人是好 就是不會介意這些 記不記什麼 所以他練手的時候 我通常我也在這裏 因為我覺得他的手玩得挺好 他跟我說 他平均每日 每一下打手法 如果是他認為喜歡的那些 就是練百幾下的 就是扯隨扯百幾下的 就是要被打打那些 他就是百幾下的 但他如果不是那麼緊要的 他就是幾十下的 他每天練很多種打手法 好像一些拍手 這些很快的 這些很快的 很重的 這些位置又準 可能他跟人玩的 玩得多 變成一個經驗 是不夠的 所以有時候他很多手法 我是採用的 即使我也是 我都喜歡用的 因為我覺得是適合佳永春的法度 適合佳永春的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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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佳永春 因為他睡了 我以為他病 他媽媽說不是 他真的練功夫 練得太累了 原來他一天練十個小時 他在飯店公會 那時移民在飯店公會教 他早上跟夜間的練 晚上跟早間的練 那就是粗十個小時 所以回到家裡 就死了爛線 都聽聞過他 甚至在家裡都有跟你練 是啊 打爛了一些傢俬 是啊 他就是跟我練織手 他一個天抱牌 那時候我就很肥 那時候大約120磅左右 我整個離了地 你坐在八仙床那裡 坐穿了八仙床 哈哈 什麼叫改彈工床 哈哈